我略开与湿了前额的头发,深深深深深的凝望,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的了解到,所为父母子女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她的缘分在今生今世不断的目送,她的背影渐行渐远。 画面中的人叫卷毛,在上海从事殡葬行业以前,她有着自己的摄影工作室,经历了亲人的离世,让她思考是否可以用自己的个人技能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 通过社交媒体,她了解到生命记录师这份职业。 当时是因为22年的时候,我外公去世了,那个时候因为一些特殊情况,不能做告别,所以我外公走得很仓促。 不是我想象中一个生命离开的样子,对我心里也造成很大影响。 卷毛告诉记者,他们服务的客户有的是亲人无法到追悼会现场来调研,希望能记录下来,更多的是希望记录下与亲人分别的最后一刻。 生命记录师会和家属进行充分沟通,了解亲属的避讳。 平时的话,生命记录师在一线的工作有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现场追悼会的拍摄,我们可能会和家属去询问一些他的要求,他有什么想表达的,以及逝者生前是一个怎么性格的人。 另外呢,还有一部分就是回忆录的制作,需要我们很细腻的情感去和这位逝者进行精神上的连结。 我们是需要用视频,用音乐,用文字来去总结他,也是给他生命画一个句号,也是给他的亲属,他的朋友一点安慰吧。 卷毛说,对他而言,生命记录师已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他愿意用一生时间努力去做的事情。 在他看来,从事这份行业的人时常需要有与他人共情的能力,不能太理智,有时候要有点感性。 我完全由自己来进行剪辑他的回忆录的一个追思会,是我做的第一场。 他家的情况是,孩子是96年的,父母在一个月内相继离世。 我们到他家里面去和他沟通的时候,这个孩子完全懵的,他虽然比我大,但是也不大很多。 所以我很能理解他那种,年纪轻轻就失去双亲的感觉。 他和这个世界的联系就只剩他自己了。 所以我很能理解他那种无措,那种伤心。 所以在我和他沟通的时候,我能感觉到我们情感上的连结。 所以他在哭的时候,我也在哭。 那个小朋友只有八岁。 我们当时为了好好的送别这个小朋友,在他的棺木上贴了很多贴纸。 因为他很喜欢。 因为他很喜欢飞机、打炮、坦克这些小男孩喜欢的东西。 我们在现场还给他准备了他喜欢的游戏里面的玩偶。 还在他花篮上插了他喜欢的照片。 殡葬行业一直是晦涩、阴暗、不被大家理解的行业。 但在近年来也悄然发生着变化。 Z时代年轻人的加入,让更多人能去理解殡葬行业。 就是以前那个公盘上有写过一句话,叫给予生命更体面的告别。 我能感觉到我的人生因为这件事情变得更完整,而我服务的这个逝者也因为我的微不知道的工作给他的人生画上了句点。